永眠镇是富江和红蝶的故乡 很多的粉丝都在永眠镇的学校厕所当中 发现了有一个很像梦子女巫信徒的子能 这是怎么回事呢 作为第五人格的两大魔女 富江和红蝶谁才是庄园一姐呢 正式上线后的永眠镇地图 大家会发现学校的二楼已经被封了 有玩家推测可能是和喜欢高空跳跃的 机械式傀儡彩蛋有关 虽然二楼的厕所不能再进去了 但我们在一楼的厕所中 依然可以看到子能的彩蛋 这个子能从外形上来看 非常的像梦子女巫的信徒 为何信徒会变成子能呢 女巫可以不断的制造寄生信徒 但寄生信徒必须要有宿主 而厕所中的这个子能信徒 似乎没有宿主 只是梦子女巫窥视洗手间的一双眼睛 因为子能不会攻击求生者 也不会跟踪求生者 只是重复的在做同一个动作 这是怎么回事呢 在神话故事中早就有控制子能的传说 有法力的女巫可以利用子能当傀儡 为自己去做某些事情 我们在电视剧《无心法师》中 也看到了大boss月起罗用子能傀儡 千里千寻中的贪婆婆也会控制子能 但想控制子能 却并不一定需要绘法术 传说宋代科学家沈阔 曾经通过弹琴让子能翩翩起舞 其实这是利用物理学中最常见的共整现象 一切的振动 其表现形式必然是位移 其背后则必然是能量的流动 所以洗手间中的子能 并不一定需要孟之女巫用法术控制 她不是寄生信徒 子能的单一重复动作可以通过共整原理实现 游戏角色在厕所走来走去 就可以触发子能开门窥视的动作 所以这个动作是重复不变的 子能也不会攻击求生者 大家也可以理解为这仅仅只是个彩蛋 目的是为了增强地图气氛的诡异 红蝶和富江作为有眠阵的两大女魔 谁才是庄园一姐呢 从技能上看 富江的无限分裂 永远无法被彻底消灭的特性超越在红蝶之上 但龙哥哥觉得庄园一姐始终是红蝶 因为红蝶有爱 而富江无爱 红蝶是因爱成恨的女魔 而富江就像是一台机器 她并没有那么复杂的感情 所以红蝶始终是庄园一姐 因为爱的力量是无限的 爱也有无限的可能 或许有一天再次遇见爱情的红蝶 因为爱会化解掉她心中所有的恨 大家觉得呢 如果你有不同的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哦 本期线索有粉丝 芒果家的月无双 小秋秋的雪灵儿 鱼梦酸节以上 空城闷类海伦纳 黄一教主炒鱿鱼 520帅大大 COCOFIR 叶楚 没睡醒的阿阳 这9位粉丝共同提供 感谢提供线索的粉丝们 每个人都有一个超神的梦想 点击关注哦